这里是巡游轨迹 我们在云南边境旅行 一路驾驶 我们来到了云南的釜仙湖 这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 这有个石凳子 上面架的锅 今天晚上吃的还是面 我们喝的水呢 是在刚才那一块 有一家民房 然后它门口有那个水龙头 在那儿借的 这个水呢还是很优质的水 我们喝的是好水 釜仙湖的水就是很好的水 这个水估计就是浮潜湖的水 对 所以我们说的是 喝的是很好的水 国家一类水 然后这旁边呢 就是我们今天晚上 有露宿的地方了 我们的帐篷 这个帐篷 在外边看起来其实不大 但是里边的空间呢 是OK的 是足的 这就是我们里边 我们在下边呢 撇了一个防潮垫 然后呢把这个 冲洗床放上去了 这上面是穹顶 其实说起来 这个还是够的 而且中间还流出来这么大的地方 它那里面还有一个挂灯的地方 对 其实是很好用的 我们旁边呢 是我们的车 我们把车在这个路边停着 在这个路边停着呢 在车的侧边 这里呢就是 已经快拆迁的房子 因为我看到上面 很多都写着拆子 而且呢 可以看到 这些房子已经 都成废墟了 已经不能叫房子了 已经是废墟了 我们选的这个位置吧 其实还行 因为就在路边 这儿有一个平台 这旁边都是停的车 这些车应该就是 当地还剩下的 没有拆的居民 他们的停的车 我们的面 已经做好了 我们坐在路灯下面吃 而且旁边就是垃圾桶 这边是我们的车 上面是配菜 吃完饭后 我们在路边洗漱 接着就要睡觉了 从外边看这个帐篷 其实还是挺温馨的 因为我们选择的是橙色的 温暖一点 这呢就是我们里面的小天地 其实我觉得 是够用的 只要没有人 我觉得这个真的 就跟住宾馆差不多 对 而且这里边 这空间这块 还有个这中间的地方 可以让我们来放一些杂物 啥的 然后把衣服放到后边 这块就行 上面也可以挂露营灯 然后这两边是通透的 是有对流的风 只要不下大雨 睡觉 这个就是昨天晚上 我们帐篷搭的地方 是一个 伸出来的一个小平台 进来的 我们昨晚睡觉的地方 就在釜仙湖旁 所以今天我们要去看看 中国第一大淡水储量的 釜仙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